大家好 你是否也跟我一样将大量资料放在Excel档案里面 随着资料的增加 要寻找资料 切换工作表变得麻烦 这份Excel档案就会需要一个目录 用来显示所有的工作表 并且可以来去自如 提高工作效率 这样的目录要如何制作呢 请务必看到影片最后 新增一个工作表 可以选择在工作表标签上按右键 点选插入 也可以在Home 按下插入 选择插入工作表 到公式 定义名称 名称输入Sheet List 参照到输入等于get.workbook括号1 这个Excel Marco Function可以传回所有的工作表清单 它为什么叫做Marco Function 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寻 我们又该如何把这个名称定义里面的资料拿出来呢 使用Index函示 第一个参数输入Sheet List 第二个参数使用Rose回传列数值 其实就是要产生12345的序列 Rose的参数记得要锁定第一个储存格 将公式往下拉 就可以显示出工作表清单 如果是使用Microsoft 365或是Office 2021 由于它支援动态阵列 可以直接在储存格中输入等于Sheet List 这样的排列我们无法阅读 使用Transpose将资料转置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工作表清单 接下来就需要整理这个清单的内容 不管这个档案名称是什么 关键就在右边的中括号 中括号之后就是工作表名称 使用Find找右边中括号的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后 有几种方法可以将字串分割 你可以使用Mate函式 从中括号的位置齐取几个字元 第三个参数直接输入255 是因为工作表名称的长度最大就是255 这里再做一个修正 将公式往下拉 工作表名称就分离出来了 也可以将公式直接复制到动态阵列的旁边 确认公式内容是动态阵列的位置 或者是Right函式 取得自串总场减去中括号的位置 甚至是使用Replace函式 将自串的某一段自串以空白取代 不管是哪一个方法都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选用Mate的方式来进行下一步 将储存格内的公式复制到记事本 公式内A2全部替换为Get.workbook括号1 复制到记事本只是方便解说 你也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直接修改 复制这段修改的公式 回到名称管理员 取代参照到内的公式 你会发现到原先载入的工作表清单 已经变更为单纯的工作表名称 刚刚用来分割资料的栏位就可以删除了 试着将这个工作表名称改为Index 可是工作表清单并没有更新 再回到名称管理员将原有的公式 加上易变函式 易变函式会强迫Excel变动之后 重新计算 如此一来 当工作表有变动的时候 就会立刻更新工作表清单 现在就可以开始建立每个工作表连结 使用Hyperlink函式 警号代表档案内的连结 再加上单引号 引号内放入工作表名称 再加上单引号 接着精探号 后面加上A1 表示连结到工作表的A1储存格 将工作表名称改用N连结后 就变成公式 第二个参数可以输入Go to Sheet 或者直接使用A2的工作表表名称 或者直接使用A2的工作表名称 往下复制连结内容 将储存格复制到动态阵列后面 也是同样的可行 接着就可以测试连结是否正确 动态阵列可以完整列出工作表清单 使用Index公式的储存格就必须手动拖曳调整列数 将储存格公式往下拖曳超过清单长度 未来如果增加工作表就可以显示 很明显的超出清单范围就会出现错误 这时候需要加上Fair来修正 让超出工作表清单长度的储存格显示空白 虽然修正了清单部分 但是Hyperlink的部分却还是出现错误 我们加上一个F 清单值如果不是空白 那么就显示连结 否则就显示空白 将修改好的公式套用到所有公式 并且将Hyperlink部分复制到动态阵列 在清单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分割窗格比较好操作 将窗格分为上下两部分 如果使用Index公式 那么应该要提示目前工作表清单长度值 选择公式 名称管理员 点击新增 名称输入SheetCount 参照至输入等于Get.Workbook括号4 再储存隔离输入等于SheetCount 由于这个回传值只是单一值 不需要其他公式辅助 这里显示的是全部工作表数量 包含Index工作表 你可以自行调整要显示资料笔数 或其他你想要的数值意义 我不做更动 让它提示我要将公式拖曳到第几列 测试一下功能 复制这几张工作表 少按了Ctrl键 重选工作表 推移工作表 并且按住Ctrl键 就可以复制工作表 回到Index 动态阵列依旧完整列出清单 上面的工作表数量有正确显示 但是Index部分和Hyperlink还是要手动拖曳 找到刚才复制的工作表 将它们删除 上面的工作表数量却没有更新 回到名称管理员 将SheCount加上一遍函数 再测试一次 这样来回于各工作表之间非常麻烦 可以从Index到各个工作表 但是从工作表回到Index却只能利用下方的标签 需要在各个工作表中建立返回Index的连结 制作一个连结 可以回到Index A1 按下这个连结 游标就会跳到A1 复制这个储存格 选取第二个工作表 按住Ctrl键 点击向右 就可以快速跳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按住Shift键 并且选取最后一个工作表 就可以选取除了Index以外的工作表 点选A1 贴上回到Index的连结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连结贴到所有工作表 测试下这些连结 这样就可以用连结的方式来回在各个工作表 再次选取资料工作表 将这些连结的位置加上颜色 顺便调整一下蓝宽 可以看到画面中每一个工作表的相同位置都有相同的连结与样式 Index页面的连结也加上颜色 虽然读取工作表清单有两种方式 但是其余的操作是相同的 而且只需要做一次 两种方式我比较偏向使用Index的方式来处理 它可以适用于各个Excel版本 而非限制在Microsoft 365以上的版本 由于使用了Get.Workbook这个聚集函式 在存档时 就必须选择XLSM格式 否则当你再次开启档案 名称管理原理的设定就会完全消失 并且在信任中心启用 在VBA聚集时启用时启用Excel 4.0聚集 在开启档案时 它就会提示是否要启动内容 按下启动内容 聚集就会启动 这样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